大家好我是白天啊 最近事情比较多很对不起那个万人的观众啊 我最近换了手机 然后之前又世界杯然后等等的啊 所以影片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好 那一个是这样子 很感谢有观众反馈说我前面的有一个系列 就有一集讲到镜像这功能 而我没有讲到的 对所以呢 那就讲一讲这些功能顺便再讲另外一个功能 叫一个对齐啊 还是一样 平常我喜欢模式这个啊 好 我们直入整体讲一下镜像这些功能 那首先这样子有一个实体对吧 镜像他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 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中轴 中轴的意思是什么了 镜像功能是点在这里 再点一下这个 Mirror镜像啊 就说你必须要给他一个中轴 那这个东西镜像代表什么对啊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那首先啊 从右下到左上将全全选上啊 然后点下镜像 然后点 然后我就and对 我就选上这个中轴一个端点 然后按shift 哎 你会发现对他自动另外一边啊 其实是不是很简单 那镜像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说哪功能 我们不能复制 比如说我把呃 我这边比如说我这边做了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多拉一条线 我要这样子我要去把剪切掉 那你看到现在是分成两半对吧 那这边看得到 但是呢呃这个功能他不能被复制 但是这条线就是说点线面 他都可以被复制 懂吗 就说只要他是实呃存在的一个东西啊 他都可以被复制我现在再弄一点 然后点下这根线中轴右键and 然后你会发现对啊 不好意思我点多一条线啊 先点完那个实体再点右键 再点中轴的一个端点 那就可以那个复制过去了啊 所以呢对 这就是一个镜像功能 我稍微补充一下 对因为啊 不好意思 我当时可能他乱了 然后就没讲到啊 好 好那首先是这样子呃 我们讲下个功能对齐功能 那对齐功能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方块 然后呢是这样呃 我在上面画 哎右键一下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再复制一个出来 比较复制啊啊 你这时候看到对 我有两个方块对吧 但是你在这个perspective这个pers就是这个视图上面看啊 他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不管从哪个面上 那这时候通常怎么样 你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第一个移动啊 move 选一下这个点 然后再选就放一回 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非常白点 然后这时候会出现什么 这个智慧轨迹也就之前有观众在微信里问我的 智慧轨迹怎么出来 我们再来一遍 点一下右键 就是右键重复刚刚那功能 然后我们点一下一个点 点一个点以后 然后呢 我们放到一另外一个点 你会看到它会变成一个白色的小星星 然后你再偏移一下 这时候左鼠标的左肩它全程是分开的 那这样子你会发现 对就这样子去用啊 那另外一个回到刚刚说的 好 那如果我们写慢 那还有什么办法 对就对齐功能 然后你会看到 来 红线了 就是说 所有的物体会往那个方向去变 比如说我在 我现在是肉丝啊 对 你要记得写 选好你的当前速度啊 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肉丝 我点一下 哎 你会发现对我手 我点一下马上松开了 然后你会发现对 然后你就随便放点就这样子 然后你看 哎 用from也是ok的 那如果这时候我把它挪一下 我再前次啊 然后我再点一下这个这两个方块 然后再一样选一下这个对齐功能 哎 你也发现对 他一样的 就是说选记得用对齐功能前 先把这个什么速度选好 那这个功能什么时候会用啊 比如说啊 你画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这个屏幕 那这时候比如说我这里 你把幻想成什么 我是两个暗铃 那我再把对齐 对说暗铃就很过一阵了 其实就像平面 AR里面用你常用的对齐功能 比如说文字上面对齐啊等等的 对 好 那那个今天的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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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